搜救犬Lucky上工第一天也嗅到了生命迹象 这也是大陆搜救队救出的第七名幸存者 土耳其强震后灾区不断传来好消息 各国搜救犬在涉事四度低温下 穿梭在袜历堆当中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也危机四伏 双脚爆出鲜血 袜历堆上血迹斑斑 画面让人心疼 原来是执勤时不慎被砖块和铁丝割伤 所以紧急用棉布和绷带 为他包扎伤口方二度感染 幸好经过照护和休息之后已恢复行动 搜救犬出身入死才在尖锐的瓦礼堆上 有网友质疑为何不穿鞋子 有专家点出不穿鞋的三大原因 其实脚底就是狗狗掌握环境情报的来源 若穿鞋无法掌握地形反而会发生意外 无法牢抓地面也会很危险 若长时间穿鞋 又让狗狗无法散热体温升高 在哈塔一省 一名大学生和爱猫草莓同时受困 他却苦苦哀求救难人员 先救猫再救人 只见猫咪两只猫抓紧抓毯子 似乎舍不得离开主人 幸好最后人猫双双脱困 只受到轻伤 突然其爱猫出了名 还是有名的爱猫天堂 尤其首都伊斯坦堡 就住了十二万五千只猫 还被戏称是被猫统治的城市 如今强政狂行 让人猫一同落难 救难人员尽力抢救 因为任何生命都一样重要 记者综合报导 是有名的 感谢观看